哈喽大家好,我是潇洒的人类 平时我们都在聊鹦鹉能吃些什么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下 鹦鹉不能吃什么 我们就从鹦鹉的饮食结构开始了 有些日常食物对我们人类来说很普通 但对鹦鹉却可能是致命的 我们今天就来深入讨论这些食物对于鹦鹉的危害 首先我们要知道 鹦鹉的身体结构与我们人类的不同 它们对于某些食物的耐受性非常低 这里有一份清单 我们一起来看看都有哪些食物是鹦鹉绝对不能吃的 在介绍这些东西之前 我先和大家简单的普及一下鹦鹉的消化系统 鹦鹉的消化系统和人类非常不同 它们的身体结构专门适应了种子 果实和植物类的食物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 简单的来说 鹦鹉吃下食物后会经过几个步骤 一,素挪 首先食物进入鹦鹉的塑囊 这是一个临时储藏食物的地方 鹦鹉可以把食物在这里软化 等一段时间后慢慢的才进入消化道 第二个就是胃部 鹦鹉有两个胃 第一个胃叫腺胃 负责分泌胃酸和酶来分解食物 第二个叫砂囊 这是个肌肉非常强壮的地方 鹦鹉会吞下一些小食子 帮助在这里磨碎硬壳的种子和坚果 第三个就是肠道 磨碎的食物接着会进入肠道 营养被吸收 剩余的废物会通过排泄系统排出体外 因为鹦鹉的消化系统设计非常的特殊 它们不能处理我们人类日常的一些食物 所以喂鹦鹉时要特别注意 确保它们吃的食物是适合鸟类的 简单举个例子 鹦鹉不能吃牛油果 就像人类不能吃某些有毒的植物一样 鹦鹉的消化系统虽然可以很好地处理种子 果实和植物 但它们缺乏能够分解或代谢person的酶 所以当鹦鹉吃了牛油果之后 这种毒素会积聚在体内 影响它们的心脏和呼吸系统 如果有一只鹦鹉不小心吃了牛油果 它们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 呕吐甚至心脏衰竭的症状 正因为如此 所以牛油果是鹦鹉饮食中 绝对要避免的食物之一 第二个就是巧克力 尤其是黑巧克力 大部分宠物都是不能吃的 它们含有可可碱和咖啡因 这些物质会影响鹦鹉的中枢神经系统 假如鹦鹉吃了 会导致鹦鹉呕吐抽风 甚至可能导致死亡 巧克力绝对是大部分宠物的禁忌 第三个就是咖啡和茶 无论是咖啡还是茶 都含有咖啡因 对鹦鹉的神经系统非常的刺激 会让它们变得过度兴奋 甚至导致心脏骤停 给鹦鹉喝咖啡或者茶 是极其危险的 第四个就是酒精 酒精对鹦鹉的肝脏非常有害 哪怕是少量的啤酒或葡萄酒 也可能导致它们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 千万不要让鹦鹉接触到任何酒精饮品 第五个就是含盐量高的食物 鹦鹉对盐分非常敏感 过多的盐分会导致它们的肾脏出现问题 甚至会危及生命 像薯片 咸饼干 这些人类的零食都不能给鹦鹉吃 第六个是洋葱和大蒜 洋葱和大蒜虽然我们家里经常吃 但它们含有硫化物 对鹦鹉的红血球有破坏作用 可能导致贫血和肠胃不适 所以我们一定要慎重 记得少量也不能给 以上介绍的就是我们人类或家庭中 经常见到的一些食物或者是水果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 你可能会不小心让它们接触到的一类东西 第一个是番茄跟马铃薯 番茄和马铃薯本身是安全的 但是它们的叶子和精部含有生物碱 会对鹦鹉造成神经系统问题 所以家里有这些植物的朋友一定要小心 第二个就是高脂肪和高糖的零食 这些高脂肪和高糖的零食 对鹦鹉的健康非常不利 可能会导致肥胖 肝病和心血管问题 记得这些人类的零食 绝对不要给鹦鹉吃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怎么分辨哪些食物能吃 哪些不能吃呢 如何管理鹦鹉的饮食呢 其实并不复杂 关键是提供新鲜健康的食材 鹦鹉的主要饮食应该包括新鲜的蔬菜 少量的水果 以及高质量的颗粒资料 比如你可以每天给鹦鹉准备60%的蔬菜 20%的水果和20%的种子与坚果 蔬菜就以青菜和胡萝卜为主 水果的话 我平时就喂一些苹果或者是西瓜皮 也会偶尔给一根黄瓜 其实他们吃这些东西就足够了 前提是一定要新鲜干净就OK了 所以我们不要想着吃什么好吃 就给鹦鹉分一点 还是那句话 no so no day 其实我们平时都能查得到 鹦鹉能不能吃某一种食物 但是我想和大家聊这个重点 是要了解鹦鹉的饮食结构 这个会从根源上 避免一些问题的发生 虽然所有鹦鹉的消化系统 都有一些相似之处 但不同种类的鹦鹉在饮食结构上 有一定的差异 主要是根据他们的自然栖息地 和生活习惯决定的 他们的相似之处 是消化系统的基本结构 这些器官的功能大致相同 用于处理和消化食物 第二就是种子和果实都是主食 大多数鹦鹉都以种子果实 坚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 这是他们天生的饮食偏好 第三个就是不能消化某些有毒食物 像牛油果巧克力咖啡因等食物 所有的鹦鹉都不能消化 都是有毒的 他们的不同之处呢 不同种类的鹦鹉 根据栖息地的差异和进化的过程 使他们的饮食结构呢 产生了偏差 第一个呢 很明显就是西蜜鹦鹉 他们主要以花蜜花粉和水果为食 消化系统更能适应软的 富含糖分的食物 这类鹦鹉不能长期吃太多的 坚硬的果子和坚果 还有一个呢 就是大型鹦鹉 比如说金刚 这些大型的鹦鹉啊 吃坚硬的种子或者是坚果 它们的砂囊比较强壮 可以帮助它们磨碎这些食物 所以这些大型鹦鹉呢 食物中的种子和坚果的占比比较大 第三个呢 就是和尚鹦鹉和虎皮鹦鹉 这两个比较突出一些 这类小型鹦鹉 就是比较杂实性 种子 蔬菜 水果 很多东西它们都可以吃 但是呢 不能吃太过于坚硬的一些东西 因为它们的素囊 没有像金刚鹦鹉 大型鹦鹉那么的结实 那么的有利 第四个呢 就是亚马逊鹦鹉 个别的亚马逊鹦鹉 它们的饮食习惯 偏向于水果 种子和一些植物性食物 特别是富含纤维的果实和蔬菜 有助于它们的消化健康 以上介绍的这四种情况 就是个别情况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鹦鹉不能吃的食物 希望大家可以从中受益 避免给你的鹦鹉喂食有害的东西 照顾鹦鹉的饮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它们的寿命和健康 所以我建议大家最好给鹦鹉制作一个食谱 这样子呢 我们自己喂起来呢 也不累 也不会担心 会摄入一些有害的物质 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 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